卢台长你好 我想要请问我的儿子 他是80年属猴 这个法门我是有刚开始 那我有念了六张小房子给他 我想问说这个小孩子 他常常会诅咒我 骂我 我知道 我想要问什么原因 你想知道原因啊 是 有什么意思呢 知道原因有什么意思呢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跟他化解 每天念解结咒 解结咒 一天念四十九遍 而且前面要讲 请大志大微观星部再保佑我 化解我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 明白吗 我告诉你真的不能讲 你跟你儿子的冤结生得不得了 是 你儿子我告诉你 看见你就讨厌 对 那他有什么 他身上有灵性还是 有灵性 第一有你钓过的孩子在他身上 听得懂吗 钓过的孩子在他身上 你不要 我告诉你这种事情 你们最好 世界就是好好地忏悔 因为你说没有 他马上就搞你 因为他们这些 现在开法会的时候 他们那些灵都会在 菩萨也在 你懂吗 你自己好好地改掉 自己身上的毛病 因为他非常非常不喜欢你 因为你跟他前世打了一辈子 你知道你们什么关系吧 还不知道啊 吵了一辈子了 夫妻关系啊 谢谢 你跟他而且是又恩又爱 恨又爱 爱的呢 就是放不下他的 但是呢 恨的又没有办法 听得懂吗 你们大概还有五年这种日子 你如果不念经的话 还有五年 如果你念经的话 三年 谢谢 那我就是念节奏四十九遍就可以了 还有念心经 心经 心经要念几遍 心经每天要念二十七遍 二十七遍 而且要念给他七遍 自己念二十一遍 念 就是他名字的药金者 是不是 心经啊 心经让儿子开智慧 开智慧 小房子是念给药金者 那需要念小房子给他吗 要啊 小房子有的念了 小房子你先给他念 第一波 给他念二十一张 好 好吧 然后第二波慢慢念六十九张 之后你就可以七张七张念了 好 七张七张 这种毛病对台长来讲 小事 小菜一叠了 谢谢 你念了之后 你看看你儿子 我可以告诉你 太多的人了 念了经之后 本来妈妈跟儿子天天打 后来抱住妈妈 当了台长的面就是 哎呦 妈妈 我好爱你 也就这么多来的 感恩 感恩卢台长 你先享受享受吧 感觉感觉以后 他对你很好的时候 他抱住你的时候 你会无限的快乐 因为你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感恩 前世今生啊 真的 人都是冤结所为 感恩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